这波疫情爆发 邮轮成为了焦点 尤其钻石公主号 因为形同海上监狱一般 更让人为之着急了 其实台湾已经跻身 亚洲邮轮市场第二大客原地 这种移动城堡越来越夯 包吃包住的 很适合一家老小一起同游 但也因为环境比较封闭 所以容易造成病毒快速传播 那么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 一爆发之后 立刻重创了邮轮产业 根据交通部观光局 还有港务公司的统计 4月份之前 全台湾有120班的邮轮 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该如何度过危机呢 说它是海上皇宫 一点都不夸张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都超震撼 就像是移动城堡 里头什么设施都能玩 游泳池碰碰车篮球场 溜冰场 甚至可以体验海上跳伞和天空步道 当然玩累了就是要吃 游轮上有24小时的点心bar 但要填饱那么多人的肚子 厨房可就非常重要 游轮厨房长得什么样 镜头前大公开 非常辛苦 大家就是从早上 一直供的老板上 没有休息 300坪的中央厨房 每天要供应的餐点 真的让你难以想象 所以什么东西都要大 哇 好大 完全不一样了 几乎是快半个人高的锅炉 是为了要迅速熬出 多人份量的汤 就在14万顿的盛世公主号上 容纳了1780间客舱 载客数3560人 再加上船员 基本上一天一个人就得吃四餐 将近两万份的餐点 仅由200名厨师负责 而且在游轮上做菜 还有一点得克服 船上所有的设备全是电 全部用电 所以说口感上 肯定跟咱们外面餐厅的 口感肯定不一样了 在这里不能大火快炒 所以一般餐厅使用的瓦斯炉 不好意思 没有 船上所有设备全是电 顾及游轮安全 明火不能出现 但电磁炉的温度又不够高 无法用大火锁住中式餐点 所需要的火器 主厨们就得绞尽脑汁 保留食材的原味 一艘游轮动辄数千人 光是民生用品 一周的采购金额就高达四五千万 极美食住宿娱乐休闲 购物交通与一生的游轮旅游 近年更成为国人热爱的新形态观光模式 台湾已几身亚洲 第二爱达游轮的国家 大型游轮少则数百人 多则四五千名旅客 有如一座海上小镇 但是当它从海上宫殿 变成海上病毒窟 豪华邮轮瞬间沦为 漂流监狱 预港里堆满衣物 船上依序开放部分旅客 拿衣服到头臂洗衣机洗 房间只能自己简单打扫 被单也都没更换 居住环境越来越恶劣 船员会把三餐送到房门口 旅客除了规定时间 能到甲板放风 其余都待在房间内 但所有人挤在这座海上病毒窟 尤其船员更惨 住在船舱底层 空气不流通 游轮特有的环境 恐怕导致疫情扩大 另外一艘一度令中央如临大敌的 例行邮轮保平信号 载有1709名台湾旅客 和20多名外籍游客 2月4号从基隆出发 原定5号6号停靠日本纳坝 但日本不给靠岸 2月8号回到基隆港 整趟旅程 人都没能下船 医护人员全副武装 在保平信号抵达前 先到基隆港 远景依依下游览车 共250名警力 再加上防疫人员到疾管署 还有耿务公司 也动员了360人 检验的时间内 我们希望控制在4个小时之内 从上船开始采样检测 送往检验室 再等结果出炉 整个流程需要6个半到8个小时 索性这场防疫大考验 换来的是 跟大家报告 跟国人也报告 我们任务完成了 我们也达成了 简单的几句话 背后却承载多大的压力 事实上在我们 裁剪完毕之后呢 那么我们就进行了 最快的打算 那么部署了 我们所谓的V计划 那么我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的化学兵 已经来到现场了 穿着最高防护装备 拿着一箱箱器材 他们就是陆军化学兵 被派到港口协助消毒 因为这回的旅客名单 41人有大陆旅游史 就算结果是阴性 也得回家自主管理14天 任何有状况 任何有一点症状 我们都全部把它找出来 这场邮轮防疫战 台湾打了美好的一仗 但接下来的难题 那除了中国以外 这一波影响也扩及到其他区域 包含东南亚跟东北 包含全面的出境跟入境 如今受新冠肺炎冲击 由旅行社取消邮轮赏应行程 有三到四成的旅客选择延期 包持包住享受海上生活 台湾的邮轮市场连年攀升 港务公司统计全台各港口 国际邮轮旅客人数 从2017年98万多人 2018年超过101万人 2019年更攀升到105万人 现在疫情重挫邮轮业 什么时候能够复苏 除了看疫情影响 也得思考怎么度过危机 防疫优先 但也不能错过产业发展时机 TVBS新闻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